这种东西必须要知道啊 这叫剪刀称啊 剪刀称 所以就是在图形当中 你得认识它每一个结构体的名称啊 然后再往下 就是我们去验算一个支架模板 它的强度刚度的时候 到底是怎么去验算的 我们需要考虑哪些贺载 那我们这里给大家画个图 现在这是支架 好 我搭设好了支架以后 上面要放模板 放好了底模板以后 我上面给它绑扎一些钢筋 是吧 绑扎钢筋 我绑扎钢筋我就简单化了啊 绑扎完钢筋以后 我们再给它放侧模板 是吧 放好了侧模板稳定了 是吧 给它支撑好了 稳定了之后 然后我们开始往里边胶注混凝土 是吧 好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混凝土胶注完成以后 整个过程当中要注意 对于我们支架 它受到的都是竖项力 对于这个底模 它受到的也是竖项力 而对于这些侧模 它受的力都是水平方向的水平力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我们在把支架模板搭设完成 包括在整个胶注混凝土 以及完成以后 整个全过程当中 我们要保证支架模板的稳定性 是吧 强度钢度稳定性 所以我们要求当支架受到 同时受到多种贺载时 它不能产生任何危险事故 不能产生任何安全质量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就对支架底模 这种受竖项方向的力 和侧模受水平方向力的 这种不同的结构体 对它进行不同的受力验算 首先看对于底模和支架 我们要考虑它的强度验算 是指的 在施工过程当中 包括施工完毕以后 整个模板支架受到的所有的力 如果万一同时发生的时候 这个支架模板系统不能发生倒塌 所谓的强度验算 是指的整个结构体不能塌 这就叫强度 那什么叫刚度呢 刚度是指的 当施工完毕以后 这个模板支架放在这不动的时候 就施工牵的已经全部完毕了 完毕了以后 然后模板支架还没有拆除之前 然后它受到了贺载以后 无论是模板还是支架 它不能发生明显的变形 不能够产生明显变形 这些贺载叫做刚度的验算 所以强度是解决 它到底塌不塌 到底会不会轻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坍塌 或者是这个这个清醒 是吧 然后刚度呢 是检查它的受力之后的变形情况 而强度既然是为了考察 我们塌不塌 所以我们除了要考察 它受到的静载的数项力以外 还要考虑施工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恫吓载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一二 一二是指的 我们模板支架的自重重量 以及胶珠的混凝土结构的自重 你将来施工完了 你作为底模和支架 肯定要承托上面那些东西 对吧 所以两个自重肯定都要考虑 然后同时对于支架本身会受到一些流水的压力 漂浮物的冲击 包括一些风雪 或者是一些保温材料的一些增加 导致的一些恫吓 这个是专门作用在支架上的 这个模板一般没有这些力 主要是支架上的力 那这些力 无论是施工过程当中 还是施工完毕以后 这个支架在拆除之前 模板在拆除之前 都会有这两个方面的力 对吧 但是中间的两个力 叫行走运输堆放荷载 以及震倒混凝土产生的向下的一种震动力 这种力只有在胶筑混凝土的过程当中才会产生 当混凝土全部胶筑完成 全部施工完毕以后 这两个施工动作的力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在验算强度的时候 我们要把自重 以及施工动作的力 和支架产生的这种 就支架就放在那 它就一定会产生这种类型的力 这些都要计算在内 万一同时出现 我们要保证支架不能发生坍塌 所以他考虑了是三大类的力 三类力 而刚度验算跟强度验算相比 他只需要把施工动作产生的力取消 就是排除掉 然后剩余的就是在静止状态下 在静态装中 我们底膜和支架还会受到的力 就是两个自重和支架受到的特殊的力 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 你记忆的时候 你怎么记 你只需要记强度验算 强度验算的力是带施工动作的 而刚度验算就是在强度的技术上 减掉施工动作 剩余的就叫做刚度验算 听懂了吧 所以你只需要把强度验算记住就行了 注意我现在说的所有的力 这些力都是竖向的 所以是针对底膜和支架 拱架的 我们再看侧膜 侧膜我们安装完了 我现在直接画侧膜了 这是侧膜 侧膜将来胶住混凝土 我无论什么样的侧膜 只要胶住混凝土 混凝土一定对侧膜产生一个水平的侧向压力 这个侧向压力 无论什么样的侧膜都会产生 因为什么 因为你胶住的混凝土体是液体或者半液体状 那种液体或半液体状它一定会有表面张力 所以对两侧会产生这种侧向压力 对吧 所以强度验算 钢度验算都会考虑这个侧向压力 那唯一的不同就是 当在我们施工过程当中 胶住混凝土的时候 对于原石人行道栏杆 两板拱这种结构体比较窄 或者比较薄的 比较薄的这种结构 它的两个侧膜板之间的距离比较近 所以我们在震导混凝土时 这个震导棒的这种震动 向两侧传递比较快 所以这种震动力 对侧膜板也会产生水平方向的力 所以验算强度的时候要考虑 因为它是一种施工动作产生的力 对吧 而对于基础敦台这种比较厚大的结构体的 测导板 这种结构体两侧的测导板之间的距离比较大 所以它的震导力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由于它的体积大 胶住的混凝土的量比较多 所以在轻到混凝土时 这个混凝土的量大 会产生一个水平冲击力 对于我们测导板 所以对于这种厚大结构体的测导板 在施工动作当中 要考虑轻到混凝土的这个冲击力 所以这就是薄结构和厚结构 它的测导板不同的就是施工动作产生的力 施工动作只影响强度 而不影响刚度 是吧 所以刚度都一样 唯一的就是强度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你把这个施工动作进行区分就够了 这里边我们主要考多选题或单选题 有时候在案例里边也可能会让你去计算 是吧 我告诉你一些受到的不同的贺载 以及不同的力 问你现在如果做强度验算 我需要考虑上以上哪些力 如果是考虑刚度验算 我需要考虑哪些力 对吧 你既要看清楚 到底让你问的你是强度 还是刚度验算 又要看清楚 到底问的是底膜 还是侧膜 如果是侧膜的话 要分清楚到底是薄结构还是厚结构 听到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这这个表格 就这两个表格一定要能明白 它是什么逻辑啊 你不需要去背 但是你需要去分类去理解啊 然后第四 支架 拱架 以及模板 在搭设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啊 我给你画个图 我们支架模板搭设完了 我如果直接浇注混凝土 那混凝土 它是有自重的 如果重量比较大 导致我整个模板往下变形 是吧 或者是我整个支架也往下变形 一旦往下变形了 我整个结构体 就会呈现这样的情况 是吧 啊 结构体呈现这样的情况 它的整个的受力 就会受到影响 甚至结构体将来 可能会产生一些裂缝 那所以我为了增大一个结构体 比如说这是一个混凝土结构体 如果结构体是平的 就完全水平的 那将来它受到贺载以后 它会发生一定量的弯曲变形 它会发生一定的弯曲变形 容易导致混凝土的开裂 而我们为了增大混凝土的一种承受 贺载的能力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混凝土结构体生产的时候 它不是纯水平的 它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上扬拱 这种拱是在整个混凝土 预制的过程当中 在它还没有受力之前 我们人为的给它往上做了一点拱 这种拱就叫做预拱 就叫做预拱 而往上拱的这个幅度 到底拱了多少尺寸 拱的这个幅度就叫做预拱度 明白了吗 那你这个结构体要有预拱度 也就意味着你将来在绑 在安装你的底膜支架和侧膜的时候 你就要提前给它做上预拱度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个考点 在模板支架搭设的时候 要考虑预拱度 那我们一般考虑哪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设计文件里边 本身对混凝土结构设计的时候 就有预拱度 所以你得把这个预拱度加进去 第二个支架模板将来浇住完混凝土之后 受到混凝土的贺载压力以后 支架和模板因为大多数都是钢制材料或者木制材料 所以它会受到一些弹性变形 什么叫弹性变形 就是有重贺载压上去 这个模板就会弯曲变形 当把这个贺载拿走 这个模板又就回归 就跟原来一样了 是吧 压上去它就弯 然后拿走了 它就回就回弹回去 这种能够回弹回去的这种变形 叫做弹性变形 第三个还要考虑 我们整个模板和支架 它受到贺载以后 这些连接的这些接头部位 由于受到挤压 或者是泄落泄备的这个设备的压缩 导致的非弹性变形 什么叫非弹性变形 就是支架模板在搭设的时候 他们搭设之间会有一些拼装间隙 而这种拼装间隙 在我们施工在进行搭设的时候 人为是取消不掉的 这是你搭设的时候 它一定会有多多少少的间隙 而将来交住了混凝土 这个混凝土重量比较大 它一压 它就容易把你这些杆劲之间的 这个拼装间隙给它压没了 压没了以后 这个拼装间隙是无法回复的 对吧 所以这种一压就消失掉的这种 导致整个支架和模板往下变形的 这种东西就叫做非弹性变形 也就是说非弹性变形 其实就是指的杆劲之间的这种拼装间隙 就是这种空隙 它是永远无法恢复的 就是你把这个混凝土拿走了以后 它也回不去 它就压下去就压下去了 这叫非弹性变形 所以你想想一压它就往下去 所以我们在搭设的时候要往上搭一点 是吧 这样一压的话 稍微压下一点就没关系了 是吧 所以要把这种非弹性变形 也要考虑在预拱动力 第四个支架拱架 它的底下的这个地基基础 就是底下的这个土地 如果将来受到整个整体的贺载的时候 这个底下的这个土地 可能会产生一些缓慢的沉降 所以我们要提前把这个沉降量 也要考虑一部分在内 然后给它放到预拱度里 这样的话将来后边的啊 将来这些不同的这些变形 然后导致的整个模板和支架的下沉 都在这个预拱度里含包含了 所以就算它下沉 这个预拱度里边 它下沉一部分 也不会影响结构本身的预拱度 是这个意思吧 啊 所以这个地方要理解 你理解了以后 你就自然而然就能记住了 影响模板支架拱架搭设的预拱度的因素 四个因素 结构预拱度 支架模板的弹性变形 支架模板的非弹性变形 和地基成像 或者叫基础成像 啊 就是那个支架模板 和这个搭设支架搭设模板底下的那个地基 啊 这个沉降是非常缓慢的啊 就你搭设上支架的时候 你开始看不出来 你在胶注混凝土的过程当中 慢慢的也看不出来 可能胶注完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它慢慢慢慢的开始下沉 啊 所以我们要提前解决 为什么呀 因为你想想啊 你现在这是模板 底下是支架 现在我搭设在这个这个地基上 我现在胶注完混凝土以后啊 我把整个混凝土交住完了 交住完了 我要进行养护了 对吧 我要进行养护 好了 在养护的过程当中 这个地基土开始沉降 逐渐逐渐沉降 那我上面的混凝土体还没有养护成功 你现在地基沉降 那个支架就沉降 支架沉降 整个模板沉降 那会导致整个这个混凝土体在没有养护成情之前就发生了裂缝 对吧 而这种裂缝就叫做沉陷裂缝 所以啊 我们要保证这个地基不能有明显的成降 啊 否则它是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个结构混凝土体的啊 是这么一个逻辑 好了啊 以上就是我们预广度的要求 然后第二个模板支架拱架制作安装 制作安装很重要 这里边的每一条都有可能成为案例当中考试的某一个点 甚至可以让你去改错 啊 注意某每一条都要单独理解啊 首先第一个 支架立柱必须坐落在有足够承担能力的地基上 所以这个地基在搭设支架之前 必须要验收合格 不能有明显成降 而且要有足够承载能力 对吧 然后立柱的底端必须要设置电块 或者是混凝土电块 就设置电板或混凝土电块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看到没 在底部看到这个东西了吗 这个底下就是放的一些连续的成条的一些木板 或者是混凝胶住的混凝土电块 啊 这个混凝土的电板也好 还是木制的电板也好 它的目的都是为了使底下的这个立柱 每一个立柱都是单独的 但是我们给它做上这种整体的电板 是为了防止不同的立柱之间的不均匀成降 啊 防止或者减少不同立柱之间的不均匀成降 因为它有了这个电板或者是整体的电块 它的成降量是相同的啊 支架的地基严禁被水浸泡 冬期一定要设置防动胀的措施 冬期防动胀 然后你再看这个图 这就是典型的电板和电块 看了没我们很多时候会用这种木板 长条的木板 也可能会胶住混凝土的 就成条的这种混凝土电块 也可以整个地面全部胶住混凝土体 也有可能啊 都可以啊 只要防止它不均匀成降就行了啊 好了啊 这是这个图里边给大家看的啊 然后第二就是基建的通行孔 什么叫做通行孔 这个要在图形当中认识啊 通行孔就是看这个图 也就是说我们上边要搭设支架和模板 上面要胶住混凝土 然后底下呢 它有行车的这个道路 或者是通行的河面 这个时候我们要在这个通行的这个道路和河面两侧 我们给它搭设支架 给它支撑起来 支撑上面的支架和模板 那两侧搭设的这个支架就叫做支架通行孔 也叫门洞 也叫做支架门洞 啊 也叫做门市支架 听懂这意思了吗 所以它无论哪一种表达方式 你都得认识的啊 叫做通行孔 好了 对于通行孔 我们一般要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措施 我们教材里边讲的保护措施是怎么保护这个支架本身 我们为了防止车辆或者船只的冲撞 我们首先在支架的两边要加设护装是吧 它的顶部的支架要设限高架 而且都要挂安全警示标志啊 一般就是会设一些限高标志 对吧 然后在夜间要加设警示灯 防止夜间的这个照明这个照明不完全导致的冲撞 对吧 如果是河流当中有这个漂浮物冲撞的话 我们还要这个 是这个啊 应当在支架上面要设一些牢固的防护设施 防止漂流物的冲撞啊 这是在河流当中常用的啊 好了 这个地方我们教材里边提到的对支架的保护 就是保护了两边和上边 对吧 但是大家注意 这些保护措施都是在保护支架本身 而对于通行孔的这个位置 将来我们是要有行车或者是通行行船的 所以在他的上边搭设模板胶柱混凝土 在施工作业的过程当中 也不能影响下边的通行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在支架门洞的位置 我们为了保护下列 就是这个门洞位置的交通通行 我们要设置哪些安全措施呢 就是就是保护交通 保护下面的交通 我们要设哪些安全措施呢 我们要在这个支架上面要设置防护栏杆 防止人员衰落 是吧 然后要挂安全网或者是密幕安全网 防止施工材料或者施工机械坠落 是吧 妨碍我们的交通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这两条是指的在支架通行孔的位置 为了保护交通应当采取的措施 一般就是这些防护栏杆 密幕安全网 听懂我的意思吗 就这么一个逻辑 所以在这个部位 在支架通行孔的部位 我们采取的措施 你要看清楚 它到底是为了什么采取措施 如果是为了保护支架本身 那就是这些 如果是在支架的位置 将来要进行混凝土施工 要采取哪些保护措施 那混凝土施工也就意味着 上部的混凝土施工 如何要保护我们下部的交通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要区分开 如果考试当中没有明确说 他如果单纯的说支架通行孔位置 在进行施工时 需要采取哪些保护措施 那你最好把支架通行孔的保护措施 和交通的这个保护措施 都写上 这样相对来说比较全面 这个教材里边没有提这一条 但是你做题的时候 你得思考这一条 这个提醒大家 对于支架通行孔的门洞 你看啊 搭设门洞时应当采取哪些安全防护措施 他说的是搭设门洞 就专门针对门洞本身的一个保护 是吧 他没有说施工时 他说的是搭设这个门洞的时候 对门洞有什么保护 就直接回答 是吧 门洞两侧 加设护装 加设限高架 这个安全警示标志 然后设警示灯 是吧 然后有漂流雾的地方 还要加设其他的防护设施 对吧 就这么一句话 换句话说 这样的一句话 你得会背啊 你得会写啊 如果你背不过写不出来 像这种案例题 你就没法打呀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对于这样的啊 对于支架本身的要求啊 每一条你都得会写 或者是在案例背景当中 给你描述出来 你能够会去改错啊 支架要求比较多啊 然后再往下 随着安装支架 要随着设离时支撑 多层支架之间 设置水平横电板时 立柱牵直 上下层必须要在同一个直线上 像这样的语句呢 一般都是考选择啊 我给你画一画啊 比如说底下有支架 然后支架比较高大的时候 我在中间放一个横电板 一般是放一些钢板或者木板 然后上面继续搭设支架 好 上面在搭设支架的时候注意 上面的立柱和底下的这个立柱一定要一一对应 它的中心线必须要在一个中心线上 你说必须要重合啊 绝对不能错位啊 然后第四支架 拱架不得于施工脚手架和便桥相连 这句话以前在选择题里边考过无数次啊 支架和拱架是用来支撑模板体系的将来还要支撑胶住的混凝土结构 同时还会支撑施工作业人员的一些这个施工客载 而脚手架他永远不能支撑模板不能支撑结构体他只能用于支撑我们施工作业人员和一定的施工材料和施工设备听懂了吗 所以他们这两个东西他的将来的受力贺载不一样 所以他的受力验算是完全不同的 那既然不同 所以他们不能连接啊 永远不能连接啊 支架拱架搭设完成之后必须要验收合格才能够安装模板 就是每一步都要验收支架拱架搭设完成验收合格 然后安装模板 安装模板验收合格以后才能够进行钢筋的绑扎钢筋的安装 那同样钢筋的绑扎安装验收合格以后才能够进行胶住混凝土 就每一个分项工程的施工都要进行验收合格 才能够进入下一步的啊 这个分项施工 这个你脑子里边得有这个意识啊 以后养成这个习惯啊 第六各种支架模板搭设完成以后 我们要进行一个工作叫做预压 什么是预压 一般就是支架搭设完成以后 一般是在底膜一块安装完了之后 一块进行预压 预压就是在我们底膜上面给它安放一些什么沙袋土袋 这些沙袋和土袋的重量也是经过验算的 也是经过计算的啊 不是随便放重量的啊 而且沙袋和土袋也不是一次性放上去的 它可能也是分次放的啊 要进行预压 要预压要保持一定时间 预压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支架模板之间的拼装间隙 和地基的一定的后续沉降啊 这些拼装间隙和地基的沉降都属于非弹性变形 所以预压解除的是非弹性变形 对于弹性变形永远无法解除啊 所以能够消除的只有非弹性变形 而且这种方式叫做预压啊 有同学可能就联想到了前面这个预巩度 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这搭设完了必须要预压 那预压完了就没有这种非弹性变形了 那我在设置预巩度的时候还要不要考虑这些 你注意我们设置预巩度是说要考虑的因素 并不代表预巩度计算的时候 百分之百的要把那四个因素都算在内 只不过是要考虑啊 但计算的时候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计算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啊 所以就是两个不同的考点 分开考的时候你要必须能分得开 问你预巩度设置 你就必须要考虑那四个因素 问你预压 你就应该知道预压它的目的就是消除非弹性变形 而非弹性变形包括什么 就是两大类 一类是拼装间隙 一类是地基的沉降啊 因为地基的沉降其实有两种 一种可以回弹的沉降 还有一种是不能回弹的沉降 所以我们这里消除的就是那个不能回弹的那部分沉降啊 然后第七个是充气心囊的问题啊 充气胶囊心魔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底下的图 你先别看文字 你先看图 它是这样的 我们有些结构体啊 我们在进行胶筑混凝土胶筑完了以后 里边可能是空心的 就外边这一圈有混凝土 中间是空的 那中间是空的 你在放模板的时候 你肯定底下要放模板 是吧 然后侧边要放模板 然后中间也要放模板 对吧 中间也要放模板 所以这个中间这个模板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心魔 或者叫内魔 心魔或者叫内魔 明白这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 在这些模板和模板之间 这些部位是胶筑混凝土的 然后中间这些是没有混凝土的 所以我们这个中间的这种心魔或者内魔 我们大多数时候可能会采用这种拼装的 钢制模板 也可以采用什么呢 也可以采用一定形状的这种冲气心魔 啊 这个冲气心魔怎么用啊 它是这样的 啊 跟大家说一下 它是这样的啊 我们在绑扎钢筋 在这个放置模板的时候 是吧 这底模 侧模 然后我们把这个冲气心魔给它冲上气 冲上气 然后给它验收 怎么验收 第一要检查它漏不漏气 第二 检查它的气压是否足够 同时是否稳定 也就是说 我们要保证 把这个心魔放在这以后 将来是周边这些位置来浇注混凝土的时候 混凝土压在这个心魔上 是吧 它有压力 压在这个心魔上以后 这个心魔不能发生变形 是吧 也不能出现漏气的现象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我们要检查它的气压 要保持气压稳定 然后心魔一定要固定在相应的位置上 所以我们要绑扎钢筋给它固定 不能让它跑模 是吧 不能在胶筑混凝土的过程当中发生跑模现象 所以一定要用定位钢筋或者定位固定给它固定 好固定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给它什么 胶筑混凝土了 是这个意思吧 这就是心魔的使用 但是在心魔使用之前 我们还得做另外一个实验 为什么呢 因为将来我们浇注完混凝土体以后 我们要进行养护 等混凝土体养护达到我们的要求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心魔取出来 那取这种心魔的时候 对于这种充气胶囊怎么取 我们一般是要给它放弃 直接给它放弃 所以这个心魔在使用之前 也要做一个实验 就是放弃时间的实验 就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能够把这个气体迅速放掉 否则你将来拆模是拆不掉的 听懂这意思了吗 所以我们既要检查它漏不漏气 气压稳不稳定 同时安装的位置准不准确 同时还要做放弃的时间实验 一定要在短时间之内 能够把这个气放掉 这就是对心魔的要求 现在能听懂了吗 所以这个地方对心魔的要求 一般都是考选择题啊 案例一般不会考这么详细 但你得明白 我们在实际施工当中 我们会用到这种东西啊 然后再往下就是模板的拆除 模板的拆除很重要 要求会背 会写 模板的拆除考试的时候 它不会让你全都背出来 也就是说这里边的每一条都可能会单独考你 单独让你写出来 好了 你这些内容啊 你怎么理解啊 因为你不要单纯的去背啊 你理解了之后 你就非常好记了 你就画个图 你感受一下 是吧 然后两边的这些都是侧模板 底下都是底模板 现在浇注混凝土 是吧 然后混凝土浇注完了 开始养护 养护到一定程度 我们一定是先拆侧模 为什么 因为侧模 它只受水平力 它不受树向力 所以它是没有必要等到最后拆的 那侧模 什么时候拆 只要保证浇注的这个混凝土 它的棱角不受损坏 一般强度达到二辽五兆帕时 就可以拆侧模了 所以侧模拆的很快 侧模拆走了以后 我们混凝土继续喷 喷磷 就是撒水养护 这样你把侧模拆掉以后 这个侧面也可以喷水养护 对吧 所以就是拆完了侧模继续养护 等养护到一定程度 我们再给它拆中间的吸模 吸模内模 什么时候拆 要保证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保证混凝土的上面的这个表面 不发生塌陷和裂缝时 就可以把这个吸模内模拔出来了 拔出来以后继续养护 等养护到一定程度之后 我们开始给它拆承重模板和机架 什么时候拆 必须使整个混凝土的强度 能够承受自己的树向的自重 以及其他的树向叠加核载时 才能拆出底模板 所以底模板一定是最后最后才拆的 因为它承受的是树向力 要保证整个混凝土结构体 它自己能够承受树向力 是吧 拆掉模板以后 它自己不能塌掉的时候 是吧 才能够拆除底模 所以这个侧模 心模 底模 什么时候拆 这个必须得会写 这个要求百分之百要会写 侧模在棱角不受损坏 而且在2.5招派以上 吸模在保证混凝土表面不发生塌陷和裂缝 底模 混凝土本身的强度能够满足自身的自重 以及叠加荷的 这是三个基本的原理 而对于后章法运力的混凝土 也就是说当涉及到了运力这种混凝土的时候 它的侧模和底模又加了一条 侧模在运力张拉前采除 底模在运力张拉后采除 那为什么在张拉前 为什么在张拉后 这个我们到后边讲运力的时候会给大家讲 但是这里边就目前这个位置我想提醒大家一个点 提醒什么呢 我们在考试当中 有的时候他会让你写出来啊 比如说在本工程当中 哪个部位的侧模需要在什么时候拆除 大家脑子里边一定要清醒 清醒什么 侧模一般拆除的要求就是这句话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如果在运力混凝土当中 侧模还有这么一句话 所以将来大家回答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条和这条这两条放在一块 也就是说只要涉及运力的混凝土工程 它的侧模有两条 同样涉及运力的底模也有两条 所以这个地方提醒大家的就是涉及运力的工程 在打模板拆除时一定要打至少两条 千万别忘了运力有一个单独的 就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 因为很多同学前三句话背的非常牢固 就是把运力的这种情况给忘了 对吧 案例背景当中有运力 你就要写上 如果案例背景当中没有说运力 那我们只需要答前半的就行了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这就是一个答题的完整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多同学答了题 觉得自己做对了 但是最后得分没这么高的原因 就是你答的不完整 这个提醒大家 然后再往下拆除的要求 支架模板一定是先织后踩 后织先踩 因为我们搭设支架是从下往上搭设的 对吧 从下往上搭设 所以你先织的一定在底下 后织的在上面 那你拆的时候呢 是从上往下拆 所以一定是后织的先拆 所以这个原则永远不能反 先织后拆 后织先拆 然后支架拱架要按照循环拆 泄落 每一个循环当中横向同时泄落 纵向对称泄落 这个纵向横向在我们桥梁当中体现的 就是这句话 就是简直量和连细量的模板 从跨中方向向支座方向 依次循环泄落 这句话什么怎么理解 我给你画一画 这是一个桥墩 这是一个桥墩 啊 然后这是一个梁跨 是吧 上面有支座 好了 我们如果在搭设支架模板的时候 搭设模板支架的时候 你注意 这个部位叫做支座方向 对吧 那我们对于中间的这些模板支架 我们一定要从中间拆 先拆这一部分 然后两侧对称拆 再拆这一部分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两侧一定要对称拆 这就是在纵向方向要对称均匀泄落 先拆最中间的 然后两侧对称 是从中间向两侧的支座方向拆除 明白了吗 而桥梁是有宽度方向的 对吧 桥梁是有宽度方向 那对于一区二区三区 这三个这不同的区域 在横向方向上都是同时拆的 也就是说你拆这个一的时候 在横向方向那条是同时拆掉的 这就叫横向同时泄落 能听懂了吗 这就这么一个逻辑 而对于右边的这个 这个右边的这一块 这是悬臂结构 对于悬臂结构拆除的时候 是一定从悬臂端 逐渐向靠近我们这个支撑部位拆 所以一定要从悬臂端开始泄落 也就是说要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一区拆 然后在二区 然后在三区 明白了吧 所以就是这几个拆的 这个顺序你要理解 我不要求你背 我要求的是你理解 万一给你画个图 你能够表示出来 他给先拆哪个位置 后拆哪个位置啊 这个地方理解啊 好了以上是我们模板施工 我们接下来再看钢筋施工 钢筋我们选都是考选择题啊 就在我们案例题当中 几乎没有考过钢筋施工啊 首先第一个 预制钢筋的钓环 注意啊 我们桥梁工程当中 对于一个两板结构 它一般是在工厂里面预制 然后运到施工现场以后 它上面会有一个钓环 然后两侧都有钓环 然后我们给它加上钓绳以后往上钓 所以这个钓环有要求 这个钓环是怎么施工的 这个钓环是在这个两板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桥梁的两板 在绑扎钢筋的时候就把这个钓环焊在这了 然后胶住混凝土的时候 会把钓环的一部分胶住到混凝土里 然后那个环露到外边啊 它是它是一个预埋件啊 这个钓环它是叫做预埋件 预埋件就是在胶住混凝土之前就已经安装进去了 然后胶住混凝土的时候就把它埋在里边了 这叫预埋件 对于钓环有明确的要求 钓环使用的钢筋 必须是未经冷拉的HPB300热闸光源钢筋 只能用HPB300这一种钢筋 其他的都不行啊 包括什么HPB400 什么其他的一概都都不行啊 这个地方有严格的要求 就是用HPB300 只能用这一种型号啊 它是一种光源钢筋 而且这个钓环在使用过程当中要去要去验算它受到了拉应力 它受到了拉应力不能超过65兆帕 这个是今年规范最新修改的啊 你的你的旧教材里边可能写的还是50兆帕 但是今年这个规范里边已经把它改成65兆帕了啊 所以你要注意这个数字啊 这些都是选择提高点 我就不再强调了啊 你底下看到的这个图 这就是表面光滑的 这就叫光源钢筋 这种表面带类的叫做罗文钢筋 也叫做带类钢筋 你可以叫类也可以 有些人也叫带乐是吧 带乐钢筋反正都行 反正你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就行了 好吧啊 这带类钢筋啊 就罗文钢筋带类钢筋啊 然后在交注混凝土之前 应当对钢筋进行隐蔽工厂验收 那我现在我们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隐蔽工厂 我们搭设了模板 然后里边要绑扎钢筋 绑扎完钢筋以后交注混凝土 交注完混凝土以后 混凝土会把这些钢筋 包括里边安装的很多玉霉件 全部给它包裹在里边 肉眼从表面上就看不到了 这种将来被混凝土盖上 肉眼看不到的工程 就叫做隐蔽工程 你现在看这个图 这是桥墩施工完了以后 模板拆除了 扔到旁边了 是吧 然后你看现在看到这个桥墩柱子 这个混凝土 它就把这个钢筋都埋在里边了 肉眼看不到了 啊 所以任何混凝土交注之前 只要涉及隐蔽工程的 一定要有隐蔽工程验收 这个是必须的啊 而且隐蔽工程验收 是由监理工程师来组织的 是由监理工程师组织验收啊 一般是专业监理工程师 就是专阶啊 第二钢筋加工 钢筋 我们大多数的钢筋啊 比如说对于光源钢筋 我们买的光源钢筋 大多数都是一盘一盘的这种圆形的 一盘一盘买来的 所以买来以后 它是带弯的 所以我们使用之前 一般要先调直啊 所以用的是机械调直 一般现在要求就是用冷拉调直的话 就是你给它拉直的话 也要保持这个拉伸率不能太大 然后给它调直完了以后 要根据设计的或者是相关的要求 来给它设置弯钩 那设置弯钩的时候 一定要在常温状态下弯制 不能够加热 而且弯制 如果一条钢筋需要弯好几个弯的话 一定要从中部往两端弯 比如说这是一条钢筋 我需要从这边弯起来 好我从中部这样弯起来 我先给它这样弯起来 这边也给它弯起来 弯起来以后 在这个地方两头可能再给它这样弯起来 再给它这样弯 就这块往这边弯 这块往这边弯 是吧 开始的时候往两边弯 那我就从中部先弯 弯完了之后 在上边再往下弯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圈 是吧 所以就是从中部向两端弯 而且每一个弯钩 一定要一次弯制成型 不允许反复弯折 反复弯折 我们知道钢筋就断了 是吧 反复弯折 钢筋就肯定会断了 然后钢筋的连接 这个钢筋连接是特别喜欢考选择的 而且特别喜欢考多选啊 好了 对于热扎钢音的接头 我们一般选用的是焊接 或者是机械连接 你看啊 看这个图 这就是焊接 这是采用的闪光对焊 注意什么叫对焊 就是这个钢筋和这边的钢筋 这个接头直接对在这焊 这叫对焊 还有一些钢筋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钢筋是这样的 就是这一块是钢筋 这一块是钢筋 我们给它搭接一部分 这样在这个搭接的这个部分 给它焊起来 这种焊叫做搭接焊 所以对焊和搭接焊都属于焊接 只不过我们说接头的地方 最好用闪光对焊 右边这个图用的是机械的套筒 这种连接就叫做机械连接 用的是套筒 用的是钢筋套筒 机械连接的接头 适用于H2B335 或者H2B400等带类钢筋 这个H2B 这个R就是指的带类 就是带类钢筋的连接 所以一般带类钢筋 都是用这个机械连接用的比较多 当普通混凝图当中 钢筋的直径小于等于22毫米 而且在没有焊接条件时 也可以采用绑扎连接 现在你看到这个图就是绑扎 就是上面一个筋 底下一个筋 这个地方用这个 这个钢丝给它绑扎起来 每隔一段距离绑扎一个 这就是绑扎连接 但是钢筋在受拉构件当中 不能够绑扎 受拉的话就这边往这边拉 这边往这边拉 你绑的这个位置根本绑不住 当受拉的时候 你这种绑扎是没有用的 绑不住 所以只有钢筋受弯 受压的时候 它在用绑扎 受拉的时候 不能用绑扎 钢筋骨片和钢筋骨架 钢筋网片交叉 用的是电子点焊 就是这个东西 这是一根钢筋 这是一根钢筋 它交叉的这个位置 这个面 两边这个面 还有对面那个面 这是四个面 这四个面都用电子点焊 因为它接触的面积太小了 我们就用的是电子点焊 直接给它点一下焊就行了 而对于钢筋和梯板 就是这个东西 钢板和钢筋 这种梯形连接的时候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特别容易断 所以用的是相对来说 比较高级的焊 就是埋胡压力焊 或者是电胡焊 这种焊相对来说 级别稍微高一点 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小点容易断 这是前面讲了怎么焊 然后再说接头怎么射 同一个钢筋里边尽量少射接头 你记住啊 无论是焊接 绑扎连接 还是机械连接 凡是有钢筋接头的位置 都是受力薄弱点 受力薄弱点 所以这些位置将来在承受力的时候 都是容易出问题的 所以我们尽量少射接头 尽量用原来的这个钢筋 接头应当射在受力较小的区段 不宜放在构架的最大弯具处 就是前面我们讲的 有最大正弯具 最大副弯具 在那些最大正弯具和最大副弯具的地方 都不要射钢筋接头 所以钢筋的接头 最好在构筑物里边应该接近弯具零点的位置 就是最好放在这个受力比较小的位置 就这么一个逻辑 然后接头末端一直到钢筋弯起点的距离 不得小于钢筋直径的十倍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就是这个图 就是这个钢筋和这个钢筋连接的这个部位 这是接头 那如果这个钢筋本身有个弯折部位 它弯折的这个地方 到它接头这个之间这段距离 不能小于它自己直径的十倍 你看每一个弯折的地方 都是不能小于自己的十倍 就这么一个逻辑 就这个图里边的啊 钢筋施工当中 如果受拉受压分不清 统一按受拉半理 这句话以前在选择题里考过无数次 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啊 分不清的时候按什么来进行半理啊 第四个钢筋保护层厚度 钢筋保护层厚度指的是什么逻辑啊 它是这样的啊 我们在搭设模板搭设起来以后 我们中间给它放钢筋 对吧 我们给它绑扎钢筋 好了 绑扎钢筋的时候 无论是跟底膜之间 还是侧膜之间 我们钢筋都可能什么样 都可能挨的这个模板比较近 是这个意思吧 可能绑扎的这个 这个钢筋可能就直接 这个坐在了底下这个底膜上 或者是侧膜上 挨的距离比较近 那如果挨的距离非常近的话 那将来我们浇注完混凝土体以后 对于最边缘的这些钢筋 和最下边的这些钢筋 包括这边最边缘的钢筋 整个混凝土就无法把钢筋 全部的包裹在混凝土内 或者是包裹起来的话 那这个钢筋到这个浇注完的 混凝土的表面之间的距离 就会非常小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浇注到混凝土的最边缘的距离 就是这个模板的位置 对吧 这个模板的边 这个模板的表面 就是你将来浇注混凝土的外表面 是吧 你将来把这个模板拆掉了 它露出来的混凝土表面 不就在这个位置吗 所以如果钢筋距离 模板的位置比较近 那将来这个钢筋到这个混凝土表面之间的这段距离就非常小 对吧 一个钢筋 中间的一个钢筋到整个混凝土外表面之间的这段距离 这段距离就叫做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所以我们规范里边就要求这段距离不能太小 一般不能小于钢筋直径 一般就是不能小于钢筋的本身的直径 所以我们在施工当中如何能保证这个钢筋的位置和这个模板表面之间能够保证一定的距离 将来浇注完混凝土以后能够保证这个混凝土的保护层厚度呢 我们一般是在钢筋和模板之间给它绑垫块 在哪个地方绑呢 我给你画一个这是测模板 然后这边是一个钢筋 我们在这个钢筋上绑扎一个混凝土块 是绑在这个钢筋上 绑在这个钢筋上 这样的话这个混凝土块它会顶到这个模板上 这样的话模板和钢筋之间有了这个混凝土块的这个支撑作用 就导致了这一部分将来浇注混凝土时 能够保证它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明白这意思了吗 就是用的这个垫块 这个垫块一般用的就是一些混凝土垫块 而且将来浇注混凝土时 这些保证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混凝土垫块 是不取出来的 也就是说不会拆卸的 就永远放在结构体里了 所以我们一般要求这样的垫块 它的强度要足够 强度一般要比我们将来浇注混凝土的强度要稍微高一个等级 或者是不能低于浇注的混凝土的等级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这个垫块不是你随便放的 如果你因为我们这种垫块用的数量非常多 是吧 在一个钢筋上可能上下要布置很多 如果它的强度不够 那你将来浇注完混凝土以后 你整个混凝土结构体的强度可能就达不到设计要求 是吧 所以这个垫块的强度也必须要符合相应的要求 就这么一个逻辑 而且垫块是要绑扎牢固 而且要错开不止 交错不止 就在一个这个面上 交错分开不止 分开绑扎这种垫块 普通钢筋和运力钢筋直线的最小 最小混凝土保护通过度 不得小于钢筋直径 后章法的直线运力金 不得小于其管道的二分之一 这个我们后边学了运力 我们就自然而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然后钢筋机械连接构掉的最小保护通厚度 不得小于20毫米 就是两公分 这个是有尺寸要求了 这里边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一个选项 因为这都是选择提考点 案例一般不考这个东西 然后大家看图 你看在不同层的钢筋之间 我们用了这种什么 这种钢架 这种支撑架来进行支撑 也是为了保证钢筋和钢筋之间的这个混凝土的厚度 是吧 而对于最边缘的这些钢筋上面绑扎的这些东西 你看交错绑扎的这些东西就叫做电块 而这些电块将来放上模板以后 保证这些钢筋和模板之间的一个距离 就是钢筋保证厚度 你要理解啊 你要理解他是怎么怎么用的啊 好了 我们今天晚上就讲这些内容啊 我们这个呃 这个这个对于这个混凝土的工程 相对来说比较重要 我们到下一节课再去讲 好吧啊 因为我们是基础必学嘛 我们就主要是给大家就是大概的说一下 这个大概的一些逻辑 大概的一些概念就行了啊 我们就没有过多的去详细呃 详细的去展开这个这个这个案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变形的考法 我们就是目前在这个阶段 我们并不会太多的去讲案例当中 会有一些变形怎么考 我们更多的是让大家去理解 每一个结构体 每一个工程本身到底是什么含义 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些施工作业 为什么要这么做 它的目的是什么 你只要能够明白了 我现在要干这个活 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干完这个活之后 我对后续的工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你明白了这些逻辑 这就叫理解工程 你理解了工程以后 当工程某个环节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知道 它的问题是出现在什么环节上 它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以及这些问题将来怎么去解决 你就自然而然就记得住了 所以我们很多的知识不是背出来的 而是你要考虑结构到底是什么样 它怎么做容易产生什么问题 或者不或者怎么做能够预防什么问题 有些知识你就自然而然就能记得住了 你就像我们模板设置预拱度 对吧 它考虑哪些因素 是吧 你自己画个底膜画个模板 你想象一下 对吧 它哪些事情容易导致我们胶筑的火灵土结构体 容易发生这种变形 是吧 我们要防止它未来发生的这种弯曲变形 我要提前考虑哪些因素 你自然而然就能记住那四个因素了 明白我的邏輯了吗 很多知识不是背过的 是通过对于整个工程每一个细节的施工和每一个细节结构体的认知 而自然而然了解的 自然而然能够这个形成你的理解放在脑子里的 它不是背的 所以试证考试要求的是理解 因为我们试证将来在考案例题的时候 一个案例背景的描述是非常非常综合的 你如果看不懂它每一个环节在干什么 你将来在答题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 你脑子也反应不过来 到底应该答哪一些内容 就是纯背诵的同学将来在答题的时候就不知道答什么内容 只有理解的同学 他知道应该就是这个问问题的这些出卷的老师想要问什么 就这么一个逻辑 好吧 所以一定要听我的 一件的试证 一定要理解 一定要百分之百建立在理解的技术上 好吧 我们今天晚上就讲这些内容 内容不多 好吧 我们到下一次课就到了5月12号了 5月12号我们再讲第二部分 就是我们的混凝土工程以及我们的运营力工程 好吧 混凝土工程和运营力工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了 看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有没有疑问 如果没有什么疑问 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了 今天的内容相对来说要稍微少一点 好吧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我们就下课啊 另外咱们一件考试时间还早呢 在11月份才考试 所以大家不要考虑的这个这个取消考试 会不会取消考试 还早着呢 这个这个一时一时半会儿现在的疫情影响不到咱们一件啊 所以你不要你不要先考虑这些东西啊 你老老实实复习就行 二件今年不好说是吧 反正监理监理工程师考试现在已经有很多城市 有很多省份已经取消了啊 已经明确这个暂停考试 所谓的暂停就是上百年现在先考不了 看看下百年能不能考 如果下百年能考就考 考不了呢 这今年就就直接取消啊 好吧 没什么问题 我们就到这了 好吧 啊 你同样问了个问题啊 同样问了个问题 我让大家一块都看到啊 你问了个问题 说水池注水实验往水池里边注三次 每次为设计水深的三分之一 三次已经注满水了 是这样理解吗 是的 三次就注满了 然后注水时水位上升的速度不能大于两米每天 那假设12米的水池 我也按照第二条 水池无论大小啊 我们注意我们满水实验就在进行注水的时候 水池无论大小 我们要求的就是注水的高度是不能超过每天两米的啊 我们不管你注的体积是多少 我们只看高度啊 所以无论水池多大 都是按照每天不能超过两米的上升的这么一个高度 就最多最多每天就两米上升 就这么一个逻辑啊 所以就是注水的速度自己去调整 是吧 你池子大的话 你注水速度要稍微快点 是吧 你池子小的话 注水速度慢一点 我说的这个注水速度是指的 你水管往里边排放的这个水的体积不一样 但是高度上升的高度肯定不能超过两米每天啊 因为不同的池子你的面积不一样 是吧 只有高度乘以池子的面积才是水的体积吗 啊 面积不同 但是高度要求要统一 这个能听懂了吧 啊 所有的无论池子大和小注水永远注三次 每次都是三分之一 这个是必须的啊 这个是必须的 这是强制性规定啊 现在都明白了吧 有同学问这个第二页 我给你翻过去啊 我给你翻过 我给你翻过去 我给你翻过去啊 有同学说一次不就四米了吗 你要明白一次注水的高度 一次注水的高度是设计水深的三分 是设计水深的三分 三分之一 但是一次注水的这个高度就是三分之一 但是一次到底注了几天不知道呀 你有可能一次性注水 你注了五天 也可能注了十天 也可能注两天 也可能注一天就完事了 是这个意思吧 这个能听懂我了解了吗 啊 一次注水不一定是几天啊 它的速度不能超过两米每天 有些同学说老师 这个结构层能不能是叠合层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对于整个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完毕以后 需要做叠合层呢 是在防水层下的 防水层下边去做混凝土的叠合层 也叫做混凝土的这个基层 也叫做混凝土的整平层 它的作用差不多 所以这个结构层B 是在防水层上面 以及沥青层之间的 它永远不可能是叠合层 叠合层是一种混凝土层啊 所有的混凝土层都有厚度要求的 而你看我们这个图当中 给你的结构B是没有厚度的 没有厚度 它就不可能是混凝土层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混凝土层是有厚度的 就这么一个逻辑啊 混凝土层必须要有厚度啊 就是在图当中告诉你一个结构 没有告诉你具体厚度数值的时候 你就认为这层是没有厚度的 那没有厚度的结构层肯定是粘层 它不可能是混凝土层啊 好吧 这个都明白了吧 好了啊 看还有什么问题了 好了那如果没有别的问题 那我们就就今天就到这 好吧啊 没关系啊 如果你说老师我现在没想起来 我可能要看看回放 可能还会有问题 那没事 如果你看完了回放有问题的话 我们下一节课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留言 对吧 你也可以针对我们就是上一节课 讲的这些内容去留言提问 都可以 好吧 我们都会在讲课的间隙过程当中 给大家去这个解答解释 好吧 行吗 啊 好了 那这个我们今天就到这结束了啊 我们下一次课到这个五月 五月多少来着 五月十二号啊 五月十二号我们再见啊 五月十二号